请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陆新闻 广东煤大高速路塌方已至48人死席强调维稳 5月1日凌晨 广东煤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突然发生路面塌方 5月2日下午 官方称事故已造成48人死亡 习近平时隔一天后才做指示 并强调维稳 中共新华社5月2日下午30 30分左右发消息称 广东煤大高速茶阳路段塌方灾害已至48人死亡 另据央视新闻 5月2日下午 广东煤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截至2日下午2时 塌方灾害已造成48人死亡 另有3人的DNA再进一步比对确认 30人受伤 新华社五间报道称 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总理李强也做出相关批示 不过 习李做指示 已是事故发生一天之后 5月1日晚 中共央视还在热播五一庆祝节目 微博热搜被置顶的是习近平的节日问候 第二条是央视晚会 第三条才是梅州高速事故 新华社等中共各大媒体均在显眼位置 报道了习4月29日复兴河钢集团 斯梅戴雷沃钢厂塞尔维亚级职工 为见习李对事故的紧急关注 习这次批示要求做好维稳工作 也引人关注 过去每当发生天灾人祸 中共当局的处置经常引发家属维权事件 当局都强力维稳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官方仍未公布塌陷事故的起因 但已将塌方事故定性为灾害 官方消息显示 5月1日凌晨20时分左右 广东梅大高速S12大浦往福建方向K11加900M 茶阳路段出口方向2公里左右 附近发生高速公路路面塌陷事故 公路塌方路面长约17.9米 面积约184.3平方米 官媒发布的事发现场的高清航拍图 显示了高速公路上的塌陷范围 该处路面整个向山坡下垮塌下去 只剩下高速护栏连着庄筑悬空在那里 塌陷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大坑 内有大量被烧毁的汽车残骸 界面新闻报道 事故路段建成还不到10年 项目建设方和运营方均为广东省交通集团旗下公司 据悉 在2023年4月1日受连日降雨影响 梅大高速往大浦方向K55加690处的高斗边坡暴雨状态下 也曾发生崩塌性塌方 报道称 专家和相关部门正调查塌方的具体原因 初步推测可能与地质结构 雨水侵蚀 施工质量等多种因素有关 该报道引述工程师的话指 监测核预警方面也不足够 这样的滑坡 前期一般都有很明显的现象 可以对潜在的滑坡区域进行预判 一些卫星监测行动也可以直接反馈到安全中心 进行预警 再决定是否对高速公路进行封闭 一些网友质疑事故涉及高速路豆腐渣工程 游侠 小鹏 这段是田方路段 在持续一个月的降雨冲刷下 虽说路基变松软不可避免 那为什么主管单位 养护方没发现呢 这条高速通车在施工时有没有按规定 进行充分的加固作业 梅大高速2015年才通车 老乡爆料 常有各种状况发生 是否豆腐渣工程 并涉及贪腐 小确误 按照这种大体量的坍塌 估计是之前检查没有认真吧 我不信 用现有的设备不能发现一点情况 拥有226万粉丝 认证为主持人的《行歌一日》表示 看到一些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试图把事故责任甩锅给暴雨 他质疑 既然去年在这个高速路段 发生过他方的事故 而且进行了维修 那么 在今年暴雨来临之前 相关的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预防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 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